你们知道速散之魂的伞? 换过三个主人吗? 每一个主人的结局都很惨 速散之魂的伞为何总是给主人带来厄运? 其实这得从速散之魂的身世说起 速散之魂是个兄弟组合 一个叫范姆舅另一个叫谢碧安 游戏里 我们习惯叫他们小白和小黑 速散之魂中的范姆舅和谢碧安 原形是古代神话传说中的黑白无常 一个叫七爷 一个叫八爷 他们出生于西晋时期 两人是从小玩到大的好友 长大后更是结拜为异性兄弟 发誓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两兄弟练就了一身好武艺 而且为人行侠仗义 除强服弱 后来他们当上了衙门的捕快 民间传说谢碧安和范无旧 奉命追捕江阳大盗 当时办案的时节正是雨季 谢碧安和范无旧追到南台桥的时候 天空下起了暴雨 谢碧安跟范无旧说 让他在桥下面躲雨 自己去拿伞 一会就回来 可没想到鱼越下越大 范无旧不愿意背弃和兄弟的诺言 于是就一直等 直到被河水淹死也未曾离开一步 等谢碧安回来的时候 已经找不到范无旧了 因为范无旧被水淹死了 谢碧安因此内心十分痛苦 他觉得范无旧的逝去 都是因为自己 所以谢碧安当场自溢于南台桥 他们确实做到了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的兄弟誓言 游戏中的剧情做了改编 游戏剧情是谢碧安和范无旧 自幼结拜亲如兄弟 后成了当地的捕快 因范无旧和谢碧安看不惯豪生的儿子 嚣张跋扈欺压百姓 所以出手教训 把豪生的儿子打成重伤 结果豪生收买了朝廷高官 给衙门施加压力 让衙门必须处死范无旧和谢碧安 最终范无旧为了保护谢碧安 一个人承担了所有的责任 范无旧称人是他打的 由他来偿命 最后范无旧跳河自尽 最终此事得以平息 范无旧死后留下了一把伞 谢碧安对范无旧恋恋不舍 所以一直带着这把伞 而范无旧最后的灵魂也就寄存在了伞内 最后谢碧安并没办法复活范无旧 他为了追随兄弟 最终也自溢于南台桥 所以死后兄弟俩的灵魂都寄存于伞 因此得名速伞之魂 这个故事很扎心 但也说明了速伞之魂伞的来历 因为伞中有怨灵 本来就是不祥之物 所以传说这把伞先后换了三个主人 但这三个主人无一善终 第一任主人即谢碧安 为了跟随范无旧谢碧安自溢于南台桥 第二任主人是江南的富商 他从一个古董商那里 买到了速伞之魂的伞 这把伞被当作古董 收入了富商的府库 但据说最后富商发疯了 后来古董失窃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把伞又流落到了西方 第三任主人是一位航海家 据说他的船上曾经有许多的宝贝 这些宝贝来自世界各地 其中也有一把来自东方的古董伞 航海家想把古董伞运进庄园 送给庄园的主人 但最后船只出交 最后这把伞下落不明 然而我们在游戏里只要仔细地寻找 就会发现在园丁日记的过关剧情中 我们可以在庄园的后花园 找到速伞之魂的伞 看来这把伞从东方流落西方 经历了不少的故事 想要了解第五人格 更多不可思议的故事 记得关注神戎哥哥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